我们的主张第一条 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防实力呢 应该可以兼顾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轮实力 再来我们第二个主张呢 是国防为涉及机密资讯因公开透明 就像您在台北市所做的那些文官制度 让升官啊 禁绝的部分可以更清楚一点 不会就是常常会有国防部黑幕 再来第三点呢 我们希望全民国防呢 以及教育可以提升任自己社区落实 教导在座所有人 如果今天战争来了要怎么做 社区能够对军队进行什么后勤资源 包括战争来了要躲去哪 要带什么物资那些部分 最后呢我们的问题就是 在听了这些主张 还有您个人的看法之后 请问我们假如你选上的话 请问八年内国防改革 你认为你能做多少 其实是这样啦 理性务实科学嘛 这都是SOP 先决定战略 再决定战术 再决定战斗 一开始人家说 惊吓大强 我就很多人骂我 其实我内心很清楚 中国的话对台湾动手 一定是斩首战术 不会去打进门 所以你看看 如果中国对台湾的动手 第一步一定是资军战 要先贪断掉你所有的防御 第二步才是飞弹 然后再次海空 最后才有登陆战问题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资安那一段就要花更多的钱 其实为了这个我去过以色列 我去看过以色列的网军 他们找一个网军的来跟我上课 这个就是这样 以色列是用他高中毕业 以色列是高中毕业就去当兵 所以他一进去他就挑好几个 要做网军的事件就 挑起来就做网军 然后网军做完以后 退伍以后叫他念大学开公司 像以色列国王会出题目说 我想要做什么 然后这些当过兵的 再开公司的再回来标案 我看过真的用国家力量 在培养网军 以色列 常常是这样 要按照敌军的角度 来做网方的准备 第一条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花更大力气 在做自军作战的准备 这本来就是台湾的强将 所以应该要国家力量发展 第二点 当年我们台湾发展IDF 就是国产的战斗机 然后一开始美国不卖F-16给我们 等到我们做出来后 美国马上说 你不要再做了 我卖给你 现在隔了20年回来 看如果重来一遍 应该继续做 所以意思就是说 国防一定程度还是要自足 你想想看 我们跟美国买均合6200亿 你拿1000亿出来 发展自己的国防产业 搞不好我们这个产业就做起来了 所以国防你知道 一个程度还是要国防自足 最后那个全民国防 那本来就还是要准备 其实我跟你讲 去年裴洛西来台湾 全世界都很紧张 我看全世界最不紧张的是台湾 完全没有优幻意思 哇 这实在很头痛 所以回答你的话 第一个是要先决定战略战术战斗 那要设想敌军的攻击模式 所以我军的资源配置要配 所以我老讲如果来做 往军会也会低优先 我跟你讲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 那就是民众党四周年了 民众党四周年的党庆 剩下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很多朋友都在问说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报名参加呢 我们今天就帮你揭晓 先加入民众党官方LINE的账号好友 加入好友后开始聊天 点击下方选单 点选报名活动 再看一下活动说明 可以看到时间在8月6号的下午2点半开始 地点在台中国际展览馆 还有党庆的桥段 一确点选我要报名 前往报名 输入你的基本资料 电子信箱 手机号码 姓名等等 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哦 点击确定送出 就会显示报名成功哦 等到8月6号党庆当天 一样是点选这个位置的选单 点选现场报道 再点选出示条码及代码 就会拿到一组QR Code 找工作人员扫码 就可以正式入场了